其实就很像谈恋爱 然后这个女人说我很爱这个男人 所以这个男人一定很爱我 但其实反过来是 其实他一直在做自我陶醉 婚姻带来的不自信让吴倩在浪劫中非常自卑 面对镜头和打光总是会下意识用手挡 对着安选人时其他姐姐真先恐吓想被选中 只有吴倩躲在角落目光闪烁思绪飘散 曾经那个元气少女 仅仅是结了个婚就性情大变 婚姻不仅给她带来了阴霾和委屈 还让她的事业停滞不前 而对方在结婚期间始终没有承认她的存在 和男男女女一起炒CP数单身人设 只在离婚生命的时候才承认吴倩的名字 因为拥有相同的遭遇 张佳妮非常心疼吴倩 从出舞台就极力鼓励对方 认认真真看吴倩表演时 还举举双手和对方互动 就像大姐姐看自己妹妹一样充满欣慰 而吴倩也渐渐走出阴霾 毫无舞蹈经验的她在Ella的鼓励下 一公表演了女团唱跳 一手叮叮当当朝常发挥 成为四人组的第一名 全组成员晋级那一刻吴倩才释放情绪 队友们都知道吴倩付出了多少努力 所以二公表演时Ella依旧选择了她 自信起来的吴倩也敞开心扉 说出与张宇健离婚的原因 张佳妮听到后感同身受 落幕的眼神很心疼